国道六号下午举行通车典礼 未来台中到日月潭只要一个小时 国道六号是全台湾第一座成调环保与生态的第三代国道 它是以桥梁跟隧道作为工程主体 总统马英九在刚启用的国道六号上慢跑五公里 亲自体验一下这条利用新工法建造完成的国道 按下启动钮历时四年多的国道六号终于完工 董董马英九在上这条路线山明水秀 也强调在金融海啸的不景气中更需要硬体建设 观光休闲这一块是未来政府努力的重点 将来南投农特产的输出 显然得到了更大的利多的机会 现在我要说南投不在南走 三二一停车 六六大胜胜利成功 换上运动服 马英九总统加入国道六号星光马拉松队伍 慢跑五公里 抵验在国道上慢跑的感觉 国道六号通车之后 从台中到日月坛只要一个小时 也缩短了到南投各个风景点的时程 国公局口中的第三代国道 注重沿线生态完整性 隧道桥梁就占了81% 使用新式工法环保材质 还有慎水性极强俗称爆米花路面的力清道路 大大提高用路人能见度及安全性 国道六号在二十一号晚间十点正式通车 记者黄熊赖世杰台中报道 有新道路通车很开心 不过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爱车 遭窃的问题 高雄警方今天破获了专门在高雄捷运站附近 偷单车的窃车集团 嫌犯呢他专门锁定名牌车 以及没有上锁的单车 其实随着这个单车风盛行 民众也越来越常反映说这个单车失窃的问题 但因为呢这个单车他没有车急 也不容易追查 所以警方呢还是呼吁民众 要在房窃上面多下点功夫 单车一辆接着一辆从楼上被搬下来 高雄警方趁夜侦破窃车集团 起初的二十六号单车 都是从捷运站附近偷来的 有时候忘记手手大手 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窃取 那如果在没有人监控的情况之下 他也会用那个铁剪 把那个大手剪断 被偷的单车虽然尾巴成新的名牌车居多 但连这种严重生锈的只要没上锁 歹徒一样不放过 长期单车到捷运站通勤的民众说 不管自己还是身边的人 单车都常失窃 被偷过三四辆 最近好像一两个月内就有同学被偷 没有啊 什么锁都被偷啊 他只在康口呢 实际检视一下捷运站的单车 大部分都有上锁 只不过像这种细细的钢篮锁 歹徒一把老虎钱就能剪断 警方呼吁最好还是能够选用 机车用的U型锁 增加歹徒犯案的难度 这个算是比较不容易开的 因为站在旁边嘛 这种的就比较不容易开啊 他你要敲的话 可能多敲一下才会开啊 除了务必上锁 锁在单车架上 也能预防单车被整辆扛走 同事交通局表示 全市的单车架大约可以容纳三万辆单车 目前是功过于求 民众可以多多使用 避免停在偏僻的地点 否则单车没有车及 失窃以后警方也很难追查 记者王家孙城贤坤高雄报道 现在这个经济部警器 让已经修了将近半年的 无星价的半导体液跟面板液 终于呢是等到好消息了 台积电宣布 从4月1号开始取消无星价 连电呢也从3月中 就全面取消无星价 但这个警器是不是真的复苏了吗 学者有的是乐观看待 有的人却认为啊 应该没那么快 去年底开始 竹科不少员工都被迫修无星价 不过原本停驶的员工 通勤交通车现在又开动了 因为公司极单增加 台积电就宣布 从4月1号开始取消无星休价 让员工恢复正常出勤 我们昨天已经宣布取消了 就是4月1号开始取消 张忠模也说 半导体的警器的确比他一个月前的预估来得乐观 心里头也希望台湾的警器能够比美国复苏的更快一些 但也不敢太过乐观 那目前几单的能见度有稍微提高了吗 能见度也没有提高多少 就是比较多了一点了 所以我比如说未来的这个几个月以后的能见度 也不见得是很高了 除了台积电外 联电也在3月中就陆续取消无星价 优达电子也打算随着产能调整人力 产能如果越来越好 那我们就我想大家这个 这个大概就没有时间放假了 有学者认为中国家电下乡政策 让极单效应涌现 现阶段看来最坏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 第一季的还没结束之前 他们就算是结束了这个无星价的 对这个景气衰退的这个势头呢 是有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那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大的这个反弹呢 那还有待后续的观察 不过也有学者没那么乐观 认为这波金融危机全球受创严重 目前看来全球都还在疗伤中 台湾不可能已经开始复苏 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